女人将精益残忍的电击疗法 她被绑在手术台上 太阳穴用酒精明消毒 医生怕她咬断舌头 让她咬住一卷纱布 接着用弧形钢管 抵住女人的头 显然就是扬隐性在世了 瞬间一万伏的电压 就穿过女人身体 她做了什么 要被这样虐待呢 原来女人名叫小白 她患有精神病 放火烧了整座农舍 望着漫天的火光 小白疲软的跪坐在地 此时警察赶到了 然而牵住她的手臂 将她带上了车 但她没有被关到监狱 而是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因为警方认为她有狂操作 可要不然说 十个怪事六个木 还有一个在医院 当晚小白就遇到了件怪事 她睡得好好的 不知怎么回事 毯子就往下滑去 像是被人收进床底一样 睡眼朦胧间 小白被冷醒 疑惑的她下床查看 折下身子找到了毯子 把毯子拉出来后 还看见几个珠子 每个上面都刻有刺膜 能当主角的心果然挺大 迷迷糊糊间 她居然直接试了过去 早上医生走了进来 小白还反问他们 昨晚是哪个缺德查房 把塔子藏了起来 男人一脸懵逼 护士表示不要冤枉我 晚上病房房门 可是锁得死死的 接着又把药递过去 医生把她叫进办公室 准备进行精神评估 可小白好像什么都忘了 她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要烧掉农舍 甚至放火之前的记忆 也全都记不下来了 眼见小白还肯抵触治疗 医生只能让她先行离开 小白来到浴室洗澡 到她放松一下 她手入门路间 竟有一道黑影 再望过去 却已消失不见 结果小白一回头 一只揮手 掐出了 浴室人生赶来 脑海又小黑的身影 小白吓坏 她穿入墙尿着 这里有怪东西 可故事只觉得 她才是怪东西 手间一针镇定剂 打了过去 接着小白就被固定在病床上 推进了手术室 医生给她来了个洋室疗法 电剂结束后 小白昏睡了很长时间 即使醒来疼痛 也依旧存在 她变得萎靡关税 还参加了医生的交流会 其他病友害怕的 都不敢和医生对视 显然早就进入过电剂虐待 交流会上 眼睛妹提到之前的病友 说唐米治疗后 再也没有回来 为医生禁说 自己并不认识唐米 接着便草草结束了这次对话 几天后 眼睛妹开心地宣布 自己很快就能出院了 小白虚心好学 询问眼睛妹有什么 装正常的技巧 她却很认真地说 自己是真的痊愈了 随后欢快走进办公室 没想到 刚开始评估医生 就放了个狠招 她拿出眼睛妹的画本 不只有面目猙獰的故事 医生还有一面 漆黑的走廊杀人魔 眼睛妹无所适从 医生打开解开器 随着解开器 左摇右晃 眼睛妹很快进入催眠状态 医生开始正式地评估 其之后 她让助手叫醒眼睛妹 可助手打开外部室 却发现空无一人 而医生竟一点也不通常 只是挥手让助手离开 边一边 被嘴边的眼睛妹 缓缓醒了过来 发现自己被绑在轮椅上 正被推往某个地方 眼睛妹疯狂向小黑求饶 但她还是被狠狠揪着头皮 被迫用力睁戴眼睛 小黑拿起40厘米长的大钢针 在这面前眩了眩 女人被狠狠揪着头皮 被迫用力睁戴眼睛 很快就眩了根十米长的大钢针 眼睛妹就这样领了便当 小白还在交集等待着的消息 可其他病友都漫无惊心地说 眼睛妹可能已经出院回家了 小白来到眼睛妹的病房 却发现她什么心理也没带走 怎么可能是回家的呢 小白知道自己不能再待在这了 她和病友决定飞跃逢人院 小白教导长发妹如何操作 先用纸巾堵住病房门的锁眼 这样看起来是锁上了 但很轻易就能打开 接着是假装吃药 不能藏在舌头下 因为故事会特地检查 用一点牢溜手法藏在掌心 就可以解锁没吃药的精神病成就 两人成功逃出病房来到厕所 这里有个超大的通风口 小白用硬币打开后钻了进去 小心地躲避了底下安保的巡视 终于来到了普通敌人区 躲在屏幕后 两人躲过故事巡逻 看来今晚他们就能成功逃出医院了 可不出意外的还是出意外了 喧小的风吹开房门 故事马上发现小白二人失踪 他立马拉响警炮 两人一时间手足无措 他们跑到别处躲藏 结果跑进太平经理 长发妹躲在桌子下 而小白躲进杂物间 丝毫没有注意到身后出现了黑手 在外面没了动静后 小白慢慢走出杂物间 却发现长发妹已经没了踪迹 小白急忙跑出地下室 大地里却空无一人 他从大门走去 身后突然有人喊他名字 小白慢慢回过头 却没看懂人 他以为是自己缓停了呢 结果小黑手 当小白开始醒来 他已经躺在病房里了 又看见了长发妹 这才确认 昨晚不是一场梦 而长发妹是因为过于害怕 提前离开了地下室 有个阿飘小黑的掺和 约于计划宣告泡汤 好在小白命大 几次遇上小黑都没事 可另一遍的病友 拽妹就没那么好命了 拽妹在走廊招镜子时臭门时 突然看见自己背后上的小黑 他大声尖叫 拔腿叫跑 他跑进房间 关上门 吓得冷汗直流 还小心翼翼趟出头 看小黑有没有跟揽 好在还是甩掉了他 谁就想吓一遍 等红色的拽妹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被绑在手术台上 直到自己在见难逃 拽妹也不拽了 疯狂扑腾着囚牢 小黑也不跟他磨叽 拿几盆套上雷奖银 打头的通电发带 给拽妹带上后 豪卉犹豫的加速电力 拽妹被电的浑身抽搐 脸上出现撑血的红色斑纹 最后头顶冒烟死去 你看并有一个个消失不见 小白终于意识到不得劲 这哪是黑心医院的问题 阿飘小黑明显是在复仇 无论共青小黑是谁 小白着急的问起 仅存了两个病友 长发妹根本不愿开口 小白只能凶起马尾妹来 想得马尾妹 一下子就把事情和盘托出 原来小黑当年也是他们的病友 只是小黑脾气暴躁 经常欺负他们 几人终于受不了了 合计着把他骗进房间 一个麻袋套上他的头 接着所有人一起活活捂死了他 没想到小黑此后化成了阿飘 可小白却无语了 自己可不是杀他的凶手 为什么小黑还一直缠着自己呢 显然这个问题谁都没有来 这时长发妹终于崩溃了 她跑进厕所拿起小刀 正当她要割腕自杀时 长发妹躺出鲜血 只剩小白和马尾妹两人了 无论如何 他们必须赶紧逃 女人要逃离精神病院 她用小刀抵住并有脖子 一路威胁着护士和宝卫 顺利走出重点区的大门 谁知身后的电梯门突然打开 宝卫直接将女人摁在枪上 随后几人冲上来指挥 女人被拖回病房 可小白再接再厉 晚上她趁护士查房躲在门后 化身大力士一下打晕了她 抢过护士的大手电逃出病房 然后一路狂奔 痛击敌人 可万万没想到 阿平小黑竟突然出现 会有种留下买路面的架势 然而立马换了路线 不知不觉间来到了大安市 然而抵住门口 小白注意到传送资料的小刽子 她让马尾妹先躲了进去 并按下按钮 这时保卫已经赶套 铁丝网已经摇摇欲坠 好在棍门及时挡抬 小白连忙钻了进去 从小白钻出柜子 才意识到 这里竟是医生办公室 突然看见地上的斜角印 她来马尾妹也是凶多吉少 没走两步 却和小黑转角遇到爱 她拼命跑出房间 一下砸碎玻璃柜 拿出消防符 她和小黑硬刚起来 一佛都砸进她的胸口 赶她倒地 小白赶紧跑回医生办公室 走进去却发现 办公桌上放着小黑的资论 这是医生出现在身后 小白拿着玻璃碎片 威胁她说出真相 医生看了口 却直接让小黑呆住了 他说 小白居然就是小黑 原来小黑小时候被变态撸走 变态将他囚集在农舍的地下室里 长时间的伤害 让他分裂多少人格保护自己 那些病友全是小黑的人格 他们有着不同的性格 也承载着小黑部分的痛苦和异 没想到后来四个人格杀死了小黑 为了成功治好小黑 医生决定用电机将四个人格分砍 这样才能逐温击破 但没想到由于回忆过于痛苦 小黑又分裂出了小白这个人格 小白自从开始就烧掉了最高的龙舍 他选择遗忘那些痛苦过往 小白一下炸了毛 自己放把火不进警局 而进了精神病院已经够离谱了 现在还变成了别人分裂出了虚拟人物 这时主人格小黑再次出现 他抱着小白分裂跳下的楼 最终草地上只剩下了小黑 小白这个人格终于被消灭 而小黑成功治疗了分裂症夺回自己的主人格 可事情有这么简单吗 小黑打算收拾东西出现 他来到厕所 结果 原来小白也懂得只有装回小黑才能成功出院 电影《病院惊魂》号称 金碧导版致敏哀底 将多数人格巧妙融入恐怖悬疑 故事最后的反转堪称一绝 好了 希望这期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给我们点个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